好,四年级的学生,这个星期我们就要学分数 ok,上个星期是学比较简单的 ok,introduce那个分数 分母啊,分子啊,最减分数啊,月减这些 这一个星期我们就要学加跟减 ok,好 加跟减啊,这个星期我们学加还有减 ok,好 分数呢,如果你要做加跟减 老师要你们注意几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是你要注意 他们的分母是要一样的 你才可以开始做 ok,分母要一样才开始做 第二样东西 你做了的那个答案 一定要是最 最减分数 你一定要把它换去最减分数 ok,也不可以,它不可以有假分数的 ok,如果你算到的答案是假分数 你就要换去带分数 明白 就是这两样东西要注意而已 ok,好,现在我们开始 做啊 这个是第一题 好,先看第一题先 他讲啊,他讲啊,将答案 哦,分母要一样嘛,对不对 好,分母 下面是妈妈就是分母咯 有没有一样 有,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 ok,妈妈是不会改变的 我直接写妈妈先 ok,一加三多少 一加三是四,你就写四 好,这个四最减分数吗 不是,这个还可以约减 你看,四的成合票可以约减哦 约减四 明白 这个约减四,约减的意思就是除啦 ok,你就开始了 一是四,对吗 所以上面是一 二是八,下面是二 这个二分之一才是答案 明白吗 ok,好 来第二题 这个 五分之四,然后四分之一 第一个要求是什么 刚才老实讲 第一个要求就是分母要一样 下面的一定要一样 有一样吗 没有一样 我们可以把它换去一样 ok 你看啊,四跟五啊 它们的成发表啊 有什么是一样的 你看,一五五 四的成发表里面有没有五 没有 二五十 这个有没有 没有 三五十五 有吗 四五二十 再没有的话 你就互相的成就可以了 五成四 四成四 ok 另外一边哦 你就这样哦 四成五 一成五 下面成什么 上面就成什么 ok 它们是一样的 你不可以 不一样 ok 下面成什么 上面就成什么 你就开始 就开始 这一个 五四 二十 四四 十六 ok 然后就加 加这个 四五 多少 二十 一五 五 就在这边 分母有一样了吗 一样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 ok 好 可以开始做 妈妈是不会改变的 ok 好 十六 加五 就等于 二十一 你看 分子大过妈妈就是加分数吗 我讲不可以加分数啊 要换去带分数哦 还记得吗 妈妈比较 妈妈是放哪里 妈妈比较小 就是加分数啊 这个妈妈放外面 孩子放里面 ok 好 就开始了 一二十二十 很简单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一 一是余数来的吗 好 就等于妈妈不会改变的哈 妈妈不会改变 这个是孩子 孩子就在上面 ok 分孩子在下面生出来 我们写这个分子 这个一就是整数 就是这个 这个还可以越减吗 不能了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明白 好 所以刚才老师讲 有两样事情 你要注意 就是这个分母 要一样 然后 你得到的答案 你要换去最减分数 如果不用 就不需要 如果还可以越减 你就越减 它不可以要有假分数 也就是讲 分子不可以大过分母 当你发现到分子 大过分母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答案换去带分数 就好像这个第二题这样 这个是假分数 不可以要有假分数 就换去带分数 了解吗 好 我们继续啊 ok 这个第三题 第三题 有三个 ok 三分之一 五分之三 二分之一 ok 分母一定要一样先 ok 通常老师会找最大的来程 一五五 ok 这个二没有五吗 对不对 所以就不需要 就不可以 五二十 可是这个三的乘法表没有十 所以不能 三五十五 十五吗 这个二的乘法表是没有十五的 所以又不可以 四五二十 三的乘法表里面没有二十 所以也不可以 ok 五五二十五 这个也没有 ok 这个没有二十五 六五三十 可以啊 三十大家都有三十的 ok 六五三十 这个乘六 总之我要分母是三十啊 二乘多少等于三十呢 如果你不会 你就用三十除二 就可以了 ok 你看啊 一二二 那这个是十吗 五二十 所以是二乘十五 ok 一乘十五 下面乘什么 上面就乘什么 ok 好 三乘多少等于三十 三乘十 对啦 三乘十等于三十 好 全部分母一样了 ok 好 来 我们来看 三乘十等于三十 你这个等于可以写这里 下面 因为不够位 我们就写下面了 ok 一 十 十 然后加 好 加这一个 这个 五六 三十 六三 十八 然后再加 一乘十五等于十五 然后二乘十五等于三十 好 分母有异样了吗 有异样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 再继续 ok 好 ok 这里啊 三十 慢慢来的 你就可以三十 好 你就全部上面的加起来 十 加十八 再加十五 对不对 好 三个加起来 八 加五 十三 对吗 那就一 二 三 四 四十三 ok 好 你看 这个是加分数来的 因为分子多过分母 所以它是加分数 不可以要有加分数 我们换去带分数 当你看到分子大过分母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拿来除 然后你就把妈妈放下面 孩子放里面 ok 一乘三十等于三十 然后这个是三 四减三等于一 ok 这个就是语数吗 对不对 好 妈妈不会改变的 妈妈放下面 这个是分子 分子在这里 下面生下来的 这个是分子 然后这个是一 就是一 这个可以越减吗 这两个 如果除二不可以 对不对 除三也没有 除四也没有 除五也没有 ok 所以 就是这个而已 它不能够越减了 这个就是答案 ok 好 我们继续 好 然后这个 分母有异样吗 这个很简单 这个分母已经异样了 所以可以马上减了 ok 九减三多少 六 你看 两个都是双数吗 对不对 我可以除 除什么 除 除二可以吗 二可以 好 我们就除二 三二六 对不对 三哦 五二十吗 就五哦 是加分数吗 不是 ok 分子没有大过 骂嘛 所以这个是对的 ok 好 这个就是答案 好 来 第五题 这个第五题 有一点点 挑战 ok 看到吗 ok 我调清楚先 ok 这个第五题 看到哦 ok 你看 这个十 它没有分数 对吗 这个十没有分数 它没有妈妈 这样其实我可以换 可以给它妈妈的 ok 我可以给它妈妈 怎样呢 我就十减一 十减一等于九 然后这里我需要一个妈妈跟一个孩子 我就跟它旁边的妈妈 它旁边的妈妈是八 对不对 我就跟着它是八 八分之八 ok 分母跟分子一样 就是一 九加一 是不是等于十 所以我已经有分母了 我就可以继续做了 九又八分之八 减八分之五 就可以了 好 它分母有一样吗 一样了 我就可以开始减了 九又减东西吗 这里有一个带分数吗 没有的话 就照样写九 ok 妈妈没有改变 好 八减五是多少 八减五是 三 需要越减吗 这个 哎呀 sorry 那个电话掉下来了 ok 好 这个需要越减吗 不需要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 答案 ok 明白吗 ok 好 来 第六题 我们来看这个分母 有没有一样 分母 有九 有六 有三 有一样吗 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找 一样的 分母 ok 好 我会看最大的 来背 背成发表 一九九 嗯 三有九的成发表啦 可是六没有吗 我就开始背二 二九 十八 六三十八 对对 三六十八 对对 所以我的分母 我定在十八了 九乘二 等于十八了 好 然后就 六乘三 等于十八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就 三乘六 对不对 好 就可以开始做了 没有尾 我写下面 ok 九二 十八 懂吗 ok 然后就 七二 十四 然后就减 六三 十八 一三 三 再减 三六 十八 一六 六 好 记得 你下面成什么 上面就成什么 ok 下面成三 上面就成三 ok 下面成六 上面就成六 然后你要把它们的分母 换去一样 ok 一样了吗 一样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 妈妈 不会改变 ok 好 十四 减三 是 十四 减三 是多少 是等于 九 嘛 对不对 再减这个六 九 减六 多少 三 ok 三就在上面 ok 你看这个答案 可以越减吗 三的乘法表里面 是不是有十八 对 我可以越减三 除三 ok 所以答案是什么 是不是一三三 六三十八 所以这个就是答案 所以你们的乘法表一定要很熟 ok 在你们的脑里面很熟了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做到这个分数 明白吗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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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好 再来 你 谢谢观看